巡邏員警發現路邊有轎車違規 這時一旁自住餐店 突然衝出這名拿著便當的男子 他餓到一邊吃便當 掩蓋不住緊張的神情 甚至全身冒汗急著要把微停的車開禮 被警方抓包 車內副駕駛座有毒品K-Tamine 當場代捐 新北土城這名45歲的羅信嫌犯公稱 自己從事勞動力工作 因為身體跟精神疲憊 才想要吸毒提神 走歪路再在微停吃便當 被一把送半 東森新聞社會中心在新北市報導